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写论文了 这一部分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会结合一个真体的实例 就是论软件系统的架构设计 以及它的合格的范围 来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 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写论文 这部分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看 然后呢 照着我们这一部分的东西 自己去准备论文 那么首先 我们要选定自己的项目 就像我们说的 你写论文之前 你首先要选择 你自己应该写什么项目 那么呢 选项目它的原则 你要选中大型商业项目 一般金额在200万以上 研发周期呢 在10个月以上的项目 当然这个研发周期 其实没有那么规准 主要就是一个金额 然后呢 研发周期大概7 8个月也可以 是不是 就是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这个项目太小了 你不能说是几十万的项目 100万的项目 那这种项目呢 其实配个架构师呢 都有点浪费 是不是 几十万的项目 大家有些比较厉害的 这种程序员的话 平常呢 自己接点失活 也能接个十来万 几十万的 对不对 这种项目呢 其实都不算大项目 那么呢 大项目两三百万的 是不是 然后研发周期呢 7 8个月左右的 10个月左右的 这种呢 大家自己要注意 那么我们推荐给大家 项目是什么 就是政府 就是政府或者大型信息系统 比如说各个国企啊 事业当位啊 军方 医院 银行 股份公司 大企业的这个ERP啊 OA啊 就是他们企业内部的 一些员工管理的网站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云计算 大数据等各种软件 及信息系统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 我们说的医院的一些 这个管理系统 然后银行里面的一些系统 对不对 然后各国企事业当位里面的 这些ERP 还有呢 这个自动化办公处理的一些东西 这些项目呢 我们后面范围里面都有 如果大家自己有 合适的项目 就大家 其实做 来考这个架构的人 应该大部分都是已经工作了 对不对 工作了 但是你应该参与了 自己公司的一些商业项目 可能呢 你不是这个商业项目的 这个系统架构设计师 但是没关系 你就可以用自己 做的这个项目 我相信大家公司里面一般 中小型公司也应该有几百万的项目 是不是 那项目比较大 你可以 借着这个机会 把自己的这个项目呢 从宏观上去了解一下 最好呢 是写自己熟悉的项目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是零基础 跨行来考的 而且呢 没有做过项目的这种学生的话 那么呢 你就 从我们的范文里面 或者从网上里面呢 找一个项目 找一个贴合实际的项目 然后呢 去编一下 但我们还是建议呢 有项目经营的 用自己的项目 不要去编 然后呢 不能选的项目 不能选的项目是什么 就是小型企业项目 比如说那些 单独的一些 竞销存系统啊 像这个竞销存系统 这个就是属于 这个企业ERP里面的 一小部分 对不对 那你不如直接写 企业的ERP ERP这里面呢 它还包含一大堆的 这个东西 包括你员工管理啊 对不对 财务管理的一大堆的 然后呢 图书馆管理系统 什么单机版的系统 单机版的系统 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啊 因为这不是单机版的游戏 对不对 你写这个系统 你也不能去写一个游戏啊 这些游戏行不行 我到时候还没有看到过 其实游戏有的时候 也是非常复杂的 对不对 单机版系统 然后呢 尚未完成的项目 就是你写项目呢 你一定要写已经完成了 没有完成的项目 你写上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不对 那么不知道你项目 做成功还是做失败了 而且呢 最好是近三到五年内的 这种项目 你不要写个零五年的项目 是不是 有的项目呢 你发现这个时间不对 那你就改一下时间吗 不需要这么死板 是不是 你自己做过的项目 你改一下时间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什么时候上线运行 这个都是需要大家提前计划好的 然后呢 纯建网站的项目 比如说一些政府呢 或者我们企业的一些 信息门户的网站 这些网站呢 基本上都是纯静态的 或者呢 简单的动态网站 比较简单 网上其实都有模板 对不对 几百块钱一个 就立马呢 分分钟就给你建好了 然后呢 是硬件项目 纯硬件项目 以及纯技术项目 这些东西都是不能选的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架构设计师 还有系统分析师 他比较讲究的是 信息系统 大型信息系统的设计 并不是说呢 偏向于硬件和纯技术 他一般都是软件的这种 大型信息系统的设计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因为你讲什么纯技术 纯硬件的这种东西呢 讲起来呢 大家也比较懵 这个要注意 选定自己的项目 另外我们要给大家注意的一点 什么 就是前面跟大家讲的 你项目一旦选定了 就不要再乱七八糟的修改 好不好 比如说你今天写医院的项目 明天写银行的项目 那么你 不管你写了多少篇 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需要大家 选定了项目之后 然后针对这个项目 去设计自己的背景 设计自己的这个摘要 然后能够复用的东西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搭建论文的基本框架 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论文的基本框架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且必须提前准备的内容 我们可以准备的内容呢 就是可以提前准备一千二百个字 我们知道一共只要写两千六百个字 你提前准备了一千二百个字 还有多少字需要你写 只有一千四百个字需要你写 是不是很轻松 那么这一千二百个字呢 到考场上直接复用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摘要 摘要呢 这个东西完全是可以提前准备的 摘要呢 它主要是要你写下项目的相关背景 及主要功能 还有你在里面的岗位 你在里面的岗位就一句话 就是我在该系统里面担任系统架构设计师职位 并承担系统架构设计工作 就这一句话就可以了 因为在摘要里面不需要写这么详细啊 这一句话就是一个通用的模板 另外你一定要写你是系统架构设计师 或者系统分析师 或者技术总监 这种技术上的领导人物啊 你不能写我是一个软件设计师 我是一个程序员啊 因为不管你是不是 你都要这样写 因为我们这是做架构式的考试 对不对 你这个级别一定要放高 然后呢 论文主体内容的总概 这个其实是经典的两段式啊 后面我们会具体的讲这个摘要怎么写 经典的两段式 然后呢 是项目背景的介绍 我们看 这是我们论文的框架 一开始是摘要 然后呢 紧接着写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呢 大家可以写400次左右 这个也是经典的两段式 我们可以呢 介绍你项目开发的原因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发这个项目 对不对 项目背景 项目开发的目的 为什么要开发这个项目 以及呢 我们项目开始时间 实施周期 对不对 从这里你就可以点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到底有多大 我们项目经历了十个月 对不对 我们项目有几百万的资金 还有呢 你的主要岗位职责 然后呢 其实这里呢 这应该只属于其中的第一段 第二段呢 我们是建议大家呢 再描述一下自己 这个项目的一些简单的功能 就是你这个项目 你可以把你的项目分成几个这个纸系统 然后呢 分别用一句话去描述一下这个纸系统 各个纸系统它的功能 这样的话呢 项目背景你就能丰满一点 你能准备400到500个字 这个都是无所谓的啊 这个也是我们要求提前准备充分 然后是相关问题的回应 项目背景写完了 我们就要回应我们的指问题一了 指问题 指问题它首先是一个非核心论点 这里呢 我们就引出主体内容 这非核心论点的回应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纯理论的东西 比如说考察架构风格 就是你要列举出几种架构风格 然后详细的回应他们的内容 这个呢 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提前准备的 因为不同的这个主题呢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如果考的是SOA面向服务的 它就要你去描述一下面向服务的架构 但是这些东西呢 虽然不是提前准备的模板 但是这些东西呢 都是大家提前备好的 也没有什么难度 真正要大家写的 就是这个主体部分 这个主体部分是要求大家自己动手写的 这个部分呢 是要求大家结合自己的项目 就是你前面理论知识点 结合自己的项目 来论述一下 你在自己的项目里面 是怎么运用这种技术的 这种呢 一般我们可以分为这个总分式 对不对 一种加三分 因为这里要写1000多个字啊 这个字数还是比较多的啊 结合自己的实际 这也是最难的部分 然后最后呢 是论文结尾 论文结尾呢 它可以分为三步骤 其实三步呢 比较麻烦 因为论文结尾 大概就是四五百字 对不对 我们建议大家也是两段试 第一段呢 其实先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运行成功了 对不对 然后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然后呢 接着呢 我们就说一下 我们在项目里面 有哪些不足 这个不足之数呢 只要点出一两点就可以了 然后再提出一下解决思路 这些呢 我们后面都会详细的跟大家讲 详细的跟大家讲 然后呢 结合真理实例 讲一下每一个应该怎么写 以及它的模板 这里我们主要是告诉大家呢 你可以提前准备的 一共是摘要 项目背景 以及呢 论文总结 提前准备这 1100 1100 1200个字左右 中间的这么多呢 是你要写的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这个是你提前背的 真正要写的 就是这1000多个字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来结合真理实例 来一步步的教大家 怎么去提前准备这1200个字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真体啊 然后我们结合这个真体的 各个部分的范围 来分析一下 我们看 这就是论软件系统 论软件系统 价格风格 系统价格风格 是描述某一特定应用领域中 系统组织方式的惯用模式 价格风格定义了一个词汇表 和一组约束 词汇表中包含一些构建 和连接件类型 而这组约束呢 指出系统是如何将这些构建 和连接件组合起来的 软件系统风格 而软件系统价格风格呢 反映了领域中的 众多软件系统 所共有的结构 和语义特性 并指导如何将各个模块 和子系统有效的组织成 一个完整的系统 然后软件系统价格风格的 共有部分呢 这个我们就 不再念下去了 大家可以发现呢 这里就是对于我们的 这个软件系统价格风格 进行的一个介绍 对不对 那么这些介绍的东西呢 其实呢 你在后面回应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抄进去 抄个一两句进去 我们看 它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啊 这个是它的题目描述 它的问题呢 是请以软件系统 价格风格论题 依次从以下三个方面 进行论述 一 该要叙述你参与分析 和开发的软件系统 开发项目 以及你所担任的主要工作 那么这三个问题 大家可以一一看一下 因为这三个问题啊 不管它考什么样的论题 它基本上都是这三个问题 你说第一个问题 都是要你 介绍一下项目背景 这个其实对应的 就是项目背景部分啊 要你介绍一下项目背景 以及呢 你所担任的主要工作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分析软件系统开发中 常用的软件系统价格风格 有哪些 详细阐述 每种风格的具体含义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非核心论点 非核心论点呢 它是要求大家 来背那些纯理论的知识 那么架构风格呢 你就可以了解一下什么 数据流啊 隐私调用啊 数据仓库啊 对不对 这些风格 不需要你全部讲 你只需要去讲一下 你在系统里面用的那些 就是你比较熟悉的 那么两到三种就可以了 而且呢 这个上下必然是衔接的 衔接什么意思啊 你可以看看第三问 它是详细说明 在你所参与的软件系统开发项目中 采用了哪种软件系统价格风格 具体实施效果如何 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让你理论结合实际 我们第二问 是不是纯讲了价格风格的理论是什么 然后呢 第三问 你这样 哎 讲一下 在实际项目中 你用到了哪些商务风格 哪些价格风格 那么你就要注意 第二问 第三问呢 其实是互相联系的 也就是说 你第三问 就是说你在实际项目里面用到的那些价格风格 你必然要在第二问里面说出来 你不能说我在第二问里面说了一些 说了数据流的价格风格 结果我在第三问里面 我实际项目里面用的是数据仓库的这种价格风格 那么这二者呢 就没有什么联系 对不对 风马牛不相挤 这种事要注意的啊 你整个论文之间是要有联系的 你第二问讲了这个具体的 这个理论知识 必然是你第三问 你实际项目里面要用到的 好 然后呢 我们针对前面呢 我们就来一步步的分析 首先我们找准核心要点 核心论点呢 其实我们前面跟大家讲了 问题一 问题二 问题三 对不对 问题一就是项目背景 问题二呢 就是这个价格风格的具体理论 问题三呢 就是哪种价格风格 然后我们就来看看 搭建论文的基本框架 这个呢 就是对我们前面的一个整体的框架 它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拆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 首先 摘要部分 没什么好说 然后呢 项目背景部分 就会回应的是问题一 相关问题的回应呢 就是问题二 主体内容呢 就是问题三 然后最后呢 是论文结尾 是不是 正好呢 其实就是他给这四个三个问题 那么呢 所以问题呢 大家也要仔细的看一看 是不是 然后就是理论素材的准备 这个我们在这个给大家总结的这个论文的一本通精华制点里面都是像这样的这个步骤啊 理论素材的准备 我们希望大家呢 也养成这样的这个 养成这样的习惯 对不对 拿到一个论文题目该怎么分析 就按照我们前面这种分析模式 先阅读题目 然后呢 去分析它的核心论点 然后呢 三个问题一个不漏的都要写出来 然后呢 论文基本框架 这个表你不用画 其实你只要分析到核心论点就可以了 这个表呢 大家不用画 画出来浪费时间 然后呢 就是理论素材准备 你就要自己 你在动笔写之前 你自己就要想一想 就是他问题二 问到的那些东西 我是不是都知道 我是不是知道 有哪些数据价格风格 我是不是知道 后面应该怎么写 然后呢 你还要想一下问题三 我的项目应该怎么结合它来写 就是自己呢 先打好草稿 大概也就几分钟 打好之后呢 再动笔写 因为你一旦动笔写了之后啊 你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 这个是十分重要的 论文 它是没有草稿纸的 即使有草稿纸 你也不可能去打草稿 我们说呢 两个小时写2600字 你打草稿啊 你自己写都不一定写得完 所以呢 你在下笔之前 心中一定要有一个提纲 要有一个框架 然后再下笔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提前准备摘要 我们前面跟大家讲了 提前准备1200个字 那么首先呢 就是摘要 摘要呢 一般我们要写300个字左右 因为它最多就是330个字嘛 你千万不能写得超过了 是不是 它十分重要 因为摘要啊 其实是月卷老师一开始看的 你可以看到摘要呢 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开头 对不对 月卷老师可以从你的摘要里面 获取很多的信息 只要你信息给的足够多的话 月卷老师呢 就能从你这300字里面 知道你后面正文到底要写的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我们正文的总结和归纳 要求大家能够反映正文的核心内容 包括我们的项目背景呢 简单的功能介绍啊 实现的技术啊 全文的论点呢 以及作者担任的工作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 这么多 这么多内容 我们300字怎么可能写得完呢 那么呢 你只要套用我们的模板 其实是可以写完了 因为每一个方面 你只写一句话就可以了 让大家了解的一句话 不需要一些详细的阐述 我们看一下摘要呢 给出了这四个模板 模板一 模板二 然后呢 模板三 模板四 那么这些模板呢 在一本筒里面都有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直接来给大家 讲一下这个 范文的这个摘要 这就是论我们软件系统架构风格 它的这个范文 合格范文里面的一个摘要 那个这个摘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首先怎么写了 本人于2016年1月 参与浙江省某市公交集团 公交车联网一体化的项目 该系统为新能源 营运车辆 补贴监管 安全监控等方面 提供全方位的软件支持 在该项目中 我担任系统架构设计师岗位 主要负责整体架构设计 与中间件选行 那么这里呢 是第一段 我们这里呢 一共是两段式 这是第一段 这是第二段 这个字数啊 一共是325个字 包括标点符号 全部加起来 325个字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325个字 它分为两段式 第一段呢 是介绍我们这个项目的整体情况 那么你发现这个第一段 是不是 不管在什么项目里面 都可以完全复用的 主要这里是完全复用 和部分复用的概念 第一段 是可以完全复用的 这也是我们要教大家 写这个摘要的方法 我们建议大家呢 两段式 或者不两段式也可以 因为两段式可能控出许多格来 对不对 不好 那么你也可以直接衔接上去 但是你内心要有一个两段式的思想 最好大家还是不要两段式啊 两段式中间会控出很多空格出来 到时候可能你字数写不完 大家呢 还是以一段一段 300字就一段吧 一段 但是我们心中呢 就是你逻辑上要分成两段 第一段呢 是可以完全复用的 什么 就是关于我们项目的简单介绍 我们看前面是不是关于我们项目的时间 然后呢 还有整个项目的一个名称功能 它的简单介绍 然后后面呢 是关于我们 我在项目里面担任了什么工作 对不对 然后第二段 大家可以知道 逻辑上的第二段 它就是呢 结合我们这个文章来讲一下 就是我们本文 本文以车联网项目为例 这是你自己选的项目嘛 然后呢 主要讨论了软件架构风格 在该项目的具体应用 这是一个套话 然后后面呢 就是你回应 就是总结你后面的这个正文部分 正文部分呢 你是底层架构风格 采用解释器风格 中间层架构风格 采用隐私调用风格 然后呢 应用层架构呢 我们采用BS的架构风格 就是层次架构风格 对不对 那么这三种架构风格呢 必然就是你正文里面用到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求大家呢 在下笔写之前 你一定要先想好 你的正文部分到底写的是什么 这样的话 你在写摘要的时候 你才能总结 比如说你正文部分 有这三种风格 是按照这个底层 中层 应用层来设计的 那么你在摘要里面 就可以这样直接概括一下 是不是 你不能说摘要概括的 跟你正文写的不一样 那文不对题 那很明显就有很大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摘要的这个逻辑上的第一段 是完全复用的 完全照抄 第二段呢 是根据不同的项目 来部分修改的 这个摘要呢 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摘要 大家可以参考 然后是项目背景 提前准备项目背景 我们说项目背景和过渡部分呢 不能超过500个字 需要提前准备好 而且呢 要尽量通用化 不要和论文的主题相关 这样考试的时候啊 你不论什么的论文主题 都可以直接默写 只需要在最后写一段过渡语句 过渡到下一个论点 那么呢 这个项目背景呢 这个部分呢 其实它的复用性呢 就更强了 因为项目背景呢 你主要是写 你自己的项目是干嘛的 就是你项目 你自己的项目开发的原因 以及呢 你的岗位职责 还有你项目开发周期和开发规模 还有项目功能组成的介绍 这几点 那么这几点 大家可以发现 这几点跟我们的这个项目 具体是干嘛的 就是我们这个论点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并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主要就是 跟你选的项目有关系 跟你呢 这个项目里面 采用什么技术 是一点关系没有的 你写这个论软件系统 架构风格可以复用 那么呢 你写面向服务的架构 也可以复用 那么你写需求分析 也可以复用 因为你的项目 都是一个项目嘛 对不对 那我们建议呢 大家这个项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这个范文了 其实我们建议呢 项目背景 大家可以真正的采用两段式 这里它是一段式啊 那么第一段干嘛呢 第一段就是介绍 你项目开发的原因 就是前面这三个 前面这三个是第一段 第一段呢 首先你先说一下 项目开发的原因 比如说 随着什么国家的政策啊 对不对 或者说你投标 中标了什么东西啊 或者说我们公司在这个 在这方面的技术上 是占有市场的领导地位 所以大家都跟我们合作啊 对不对 朝着这种方向去扩展 说一下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项目开发的原因 然后呢 我们看到 它这个项目开发的原因 就是随着国家这个计划的实施 然后呢 该市公交集团 干什么 要开发这个纯电电动车 对不对 同时将什么 然后呢 然后我们公司是该公司 主要仪表 与CAM模块产品的主要供应商 就是先说一下这个 大体的这个结构 然后呢引到我们公司 然后呢 全市呢 有多少产品是我们公司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你项目开发的原因就出来了 然后呢 你在 职责 职责就是你的主要职责是干嘛的 做架构设计的 对不对 你在里面担任架构 构构设计师的职位 然后呢 项目的开发规期 周期和规模 可以简单提一下 比如这个项目开发周期呢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总共呢 十个月左右 然后呢 项目金额呢 项目金额其实可写可不写啊 你只要说一下有多少人员 大家大概就知道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段 这里呢 其实他主要就写了第一段的内容 他这个项目背景呢 写的还不算这个完善啊 因为这个项目背景比较少 这个我看来就大概就三百六七十个字 这是比较少的 如果你在项目背景这里写少的话 那么你正文那里就要写多 要不然你字数可能不够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 最好是把我们能复用的 这些提前准备好的部分呢 多准备一点 当然也不要准备很多 我们这里呢 五百个字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也不能压缩正文 也不能太少了 那么这里其实还可以加一下第二段 第二段应该怎么加 第二段你就加一下 你项目的功能组成 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 项目我可以 我们这个项目呢 主要有什么什么子系统 什么什么子系统 什么什么子系统 你大概列举三到四个子系统 组成的 然后呢 其中第一个子系统 它是干嘛的 第二个子系统是干嘛的 第三个子系统是干嘛的 你不需要去详细的去写 这三个子系统到底是干嘛的 你只需要去用一句话 去描述一下 第一个子系统呢 是做这件事的 第二个子系统做那件事的 这样的话呢 写起来加起来 大概就是五百个字 所以呢 这是标准的两段式啊 这里要注意 好 然后是如何写好正文 因为正文部分呢 是没有办法提前准备的嘛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这个大标题啊 我们前面讲了 提前准备好自己的项目 提前准备好摘要 提前准备好项目背景 这些都是你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模板 那么正文呢 是要你自己写的 那么你怎么写好呢 正文部分我们说了 一共要写一千五百字左右 这里面呢 又是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非核心论点 就是回应我们的问题二 对不对 前面的项目背景 其实是回应我们的问题一 那么回应我们的问题二呢 非核心论点 就是要求 你要介绍我们题目里面 描述的某项技术原理 考察纯理论知识 对不对 像软件架构风格嘛 那些你就挑几个 挑几个你后面会用到的 详细的描述一下 也不难 然后第二个是核心论点 这个才是真正要大家自己写的 一千二百字左右 这也是呢最重要的部分 这个是要求大家结合 实际的项目的实施情况 来说明理论如何在实践中应用 考察真实的项目实践 这才是真正需要大家写的 就是需要大家写的 但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就是你在提前 你在写放文的时候 大概你写了三十篇 四五篇放文的时候 你大概就会把自己这个项目 里面的一些技术呢 都给挖掘出来 因为我们说你写放文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 你大概就知道 我写这篇放文 我这个会有哪些具体的技术 我肯定会想几个具体的技术出来 如果有的话就直接写 没有的话呢 那我也要创造几个出来 这样的话呢 你就对自己的项目加上了印象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大家提前写 提前写论文呢 练习个五到六篇呢 你练习了五到六篇论文之后啊 你大概就对自己的这个项目呢 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这样的话呢 即使你写新的题目的话 你也可以把你之前编的那些技术 或者真正有的技术 拿出来再重讲 再结合理论词 再讲一遍 那么这一部分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要求大家理论临行实际 其实老师呢 也主要是看这一部分 就是你有没有本事 就看你理论能不能联系实际了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一般都要列举出 四到五个实际的这个项目的工作啊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证文的实例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面怎么列举的 首先它回应的是我们的问题一 对不对 这一段回应的是我们的问题一 也就是我们的架构风格 我们看在架构开始阶段 我们便意识到 架构风格是一组设计原则 是能够提供抽象架构模式 可以为我们的项目提供 通用解决方案的 这种能够极大提高 软件设计的重用的方法 加快我们的这个建设进程 因此呢 在我们总公司的建议下 我们使用了什么风格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这里呢 不是直接上来就跟你说 我们使用了什么风格 什么风格 不是直接上来就跟你说 我要详细的解释一下 什么风格 它这里呢 用了这么一句话 这么一段话来给大家过渡 因为我们跟大家说了 大家是写文章嘛 写文章 你就不能这样生硬的转折 是不是 你要只有这种过渡的语句 为什么你要用这种风格 你至少要说明一下 一两句话 对不对 你可以说 由于项目的原因 或者说呢 由于我们公司小组人员 评估的原因 这个原因呢 站不站得住脚都无所谓 主要就是有一个过渡 显得不那么生硬 我们看 然后下面就是具体 我们使用了虚拟机风格 独立构建风格 以及BS价格风格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三种风格是我们前面摘要里面提到过的 对不对 底层 中间层 和应用层的风格 同时也是我们下面会用到的 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 不是乱写的 这个要注意 那么接下来 它就对这三种风格进行详细的解释 虚拟机风格是干嘛的 你就要解释一下 里面的解释器啊 对不对 它能够提供解释引擎 它是自定于规则啊 然后独立构建风格 它是干嘛呢 它能够进行进程之间的通信 还有隐私调用风格 对不对 采用简化的架构 采用了隐私调用风格 隐私调用风格呢 主要是采用事件 事件驱动 然后呢 信息之间的互相的这个 异部信息的交互 它能够降低我们系统的偶合度 因为它不是直接调用嘛 对不对 直接调用就相当于 你偶合度就比较高 事件驱动呢 它们两个就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不对 还有BS价格风格呢 是什么 BS价格风格里面 它是基于浏览器和服务器的 软件价格风格 那么你就讲一下B B就是browser 就是浏览器嘛 对不对 S就是服务器嘛 这三个风格 我相信大家都能写出一点东西 但是大家呢 也可以参考范文来写 对不对 大家质疑 其实你在做项目的时候啊 像这种纯理论的东西呢 我们都建议大家呢 来直接抄这个范文 我们说范文你要部分复用嘛 那你复用的是哪部分呢 就是这种纯理论的部分呢 你像这个纯理论的部分 对不对 如果你用的也是这几种价格风格 你就可以完全抄 如果你用的不是的话 那你就不用抄 但是呢 我们建议大家 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没有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 写的能力的话 那么你就 用它的这三种架构风格 没有关系的啊 理论部分 你可以完全的用它的风格 包括你后面实际部分 你也用这三种架构风格 只不过呢 你把这个 其他的这个实际的部分呢 换成自己的 实际的项目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它下面怎么用呢 底层架构 我们使用呢 价格风格 我们看这里中间还有一段过渡语句啊 以下证文将重点描述架构风格的实施过程和效果 那么就是按照我们栽药里面说的三层 底层架构 以及呢 我们这里的中间层架构 以及呢 我们的应用层架构 是不是 那么底层架构风格 我们使用解释器风格来满足整车数据协议兼容性要求 然后解释器风格是什么 在这里呢 它再说一遍 然后呢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做法如下 这是什么 这就是跟你的解释器风格到底在我们的项目里面是怎么应用的 这就是要大家自己去修改的 按照自己的项目去修改 注意啊 这里就是要修改的部分 你自己的项目是什么 你要根据这个来套用它的解释器风格 我们看 它的就是对CAN里面的一些东西 具体的技术 对不对 这些具体的技术你看不懂没关系 也没也没必要 也不是要你去抄这个 这个都是要你改成自己的项目的 是不是 然后后面中间层 中间层它采用隐私调用 然后呢 我们看 主要的实现手段是采用了一个什么 这里呢 立马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是不是 所以理论联系实际啊 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难的部分 当然呢 一定要动手去写 主要也是一开始比较难 你会发现呢 哎 你动手去写了之后 你自己去思考了 我们这个项目 采用的是什么价格风格之后 会带给你非常大的提高的话 因为大家平常自己做项目 做公司的项目 写写代码呢 可能没有从这个深度 从这个维度去了解一下 那么你写论文的时候呢 你会从这个维度去想一下 哎 我的系统里面 怎么跟隐私调用风格联系起来 我系统哪些地方用了隐私调用风格 哪些地方用了BS价格风格 哪些地方用了这个数据流的风格 你就会自己去想 至于想呢 就会让你对这个项目有更深的了解 工作经验呢 有更深的提高 另外呢 也对你的这个论文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呢 这个写论文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提升手段 不然的话 像你做选择题 做案例分析 你都不会从这方面去思考的 不会有那么详细的思考的 这个大家还是要珍惜这个过程 还有这个应用系统层 这个范文呢 在一本通里面都有 我们一本通里面 跟大家总结的九篇范文呢 都是比较新的 同时呢 也比较有含金量的范文 不像那些网上流传的那五十篇 一点用都没有 说实话 大家 不是我说一点用都没有啊 大家自己 如果有了自己的判断能力 写了论文之后 你再去看看 那五十篇论文 你就可以感觉得出来 谁好谁差 对不对 论文写的好不好 然后呢 应用系统层 我们只用采用 BS价格风格 BS价格风格 为什么要采用BS价格风格 对不对 那么你就要阐述一下 BS我们一般呢 会跟CS联系起来讲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浏览器 不用客户端 对不对 那么客户端它的缺点在那里 阐述一下 然后呢 再看一下 我们用BS价格风格 用了什么技术 对不对 然后呢 跟用户联系起来 有什么好处 这些范文 大家可以客户去研究一下 好 然后呢 就是提前准备结尾 提前准备结尾啊 我们结尾一共有多少字 一共呢 你可以写400到500字 我们建议大家呢 最好也是写满 比如说写满500字左右 因为你提前准备嘛 把你能准备的准备充分了 你不要准备个300字 这样的话呢 对你正文的压力就比较大 你字数最后不够的话 结尾就是对我们整体论文的一个总块 我们知道前面项目背景回应了问题一 非核心论点回应了问题二 然后呢 核心论点回应了问题三 那么项目背景呢 其实呢 如果你是打案例分析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但是写论文 你肯定要有一个结尾了 那么这个结尾呢 它包含的内容就是 项目上限及运行效果 以及客户评价 还有项目收获 项目不足和解决思路 这里呢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你这里呢 一般来说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采用两段式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一段呢 你就说明一下 我们项目在什么时候做完了 第一段你要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做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我们项目在2016年8月完成了验收 对不对 然后呢 中间进入了什么 然后没有什么问题 成功交付客户使用 客户经过测试之后呢 感到非常的满意 得到过客户的一致认可 那么这些套话呢 大家在第一段把这些套话全部都写下 一方面就是写项目上限 什么时候上限 然后呢 运行效果 运行效果肯定是好的嘛 然后客户一致的表扬嘛 或者客户给你发表扬信嘛 这东西对不对 那肯定都是千篇余虑的 你不能写自己的项目失败了啊 这个应该不用我多说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段 你就写下我们这个项目它的不足之处 你这个项目写完 它肯定是由 总体的结果是好的 第一段你是描述总体的结果是好的 第二段你就要总结一下我这个项目它的收获 以及我的项目不足 项目有几个不足的方面 你可以写一到两个 注意啊 最多写两个 一个也可以 就你写下 你因为你不足的地方 你的缺陷的地方不能太多了 太多了的话 你我上半年改到一个学员的论文了 他写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他这个东西 把自己的不足之处在结尾那里列出来 12345 我当时一看这个 你自己的这个项目有这么多不足之处吗 就算有你也不能写出来啊 是不是 你可以想一下看论文写项目 对不对 他12345列举我有多少个不足之处 那肯定是不行的 你也不需要按编号去列 按编号去列呢 容易给人一种紧迫感 你就你就这样 像这样的说一下 对不对 按段落去说一下 一到两个 最多两个啊 这种不足的方面 而且呢 你说这种不足的方面 一定要说这种无关轻重的 比如说忽略这种硬件的配置啊 对不对 然后系统的这种不兼容性啊 这种无关轻重的这种东西 你不能说我们的性能有问题 我们的功能有问题 那这种大bug是不是 说一些无关轻重的这种项目 然后这种东西呢 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的 也就是说你自己呢 提前怎么 你可以提前想一下 这种东西是完全可以复用的 你可以提前想一下 我们的系统里面呢 会存在哪两个问题 哪一到两个问题 然后把这一到两个问题呢 写出来 然后不管是什么项目 你都你都这样直接抄就可以了 这个 这个你出现的问题啊 它不会根据我们 这个论题的不同而改变的 是不是 也就是项目背景和结尾 都是可以完全复用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要求大家准备的东西 一个是摘要 大家可以看到 摘要两段 第一段是完全造抄的 第二段是部分修改 然后呢 项目背景 两段完全造抄 是不是 你自己只要提前准备好 然后呢 正文 这就需要自己动手写 然后还有就是后面的结尾 结尾两段是 你也可以完全造抄 都是一样的模式 对不对 第一段第二段 然后呢 包括你的这个结尾的这些问题 都是可以提前设计好 所以呢 我们这里我们说 你提前准备1200这个字 是有难度吗 一点难度都没有 对不对 只要你把第一篇论文写出来 你就完成了选题 以及这1200字模板的编写 然后后面你再写第二篇论文 写第五篇论文 那么呢 你就照着这1200字 对不对 你照着这1200字 把这1200字背下来 然后呢 稍微做一点修改 然后呢具体呢 你就去写中间的这个1500字 这是你具体要写的 所以呢 我们这样一拆分 大家就看到比较简单 是不是 然后呢 谢谢大家